怎么不先叫门 你没关门我正准备叫门 找我有什么事 刚才节目组通知我了 说下一期节目的主题是 初恋那点小事 要拍一点我们互动的画面 例子住院了 这段时间我不能再出什么状况了 得准备得更充分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再深入了解一些 多做一些练习彩排 免得到时候又穿帮什么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是打算多了解你生活的 现在跟过去 工作上面的现况跟发展 比如说 这段时间你就让我跟着你 真听真看真感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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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期节目了 我可不想给栗子跟玉总 再添什么麻烦了 你把我需要知道的都写下来吧 不用了 就百度百科上查就有了 那网上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东西 怎么算深入了解啊 是 我等到小时之后 您吃吧 我一会儿 你吃吧 你吃不饿了 你要 Cham Mahar 你吃不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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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吧 那你先把这三本书背下来吧 还有事吗 全背下来 走了 贝尔都全程在那装小白兔 快进行吗 你能快进吗 这样的节目也有人赞助 这样的节目也投资 喂 爸 什么节目你就赞助 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 怎么背那么慢 这都是你的资料啊 你必须要在节目前 把这些背得滚瓜乱熟 这也太多了吧 小提琴的制作过程 这个我也要背啊 这也太夸张了 是你说要深入了解的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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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背不下来 我必须得去看看你怎么做的 我才有记忆点啊 好 改天带你去看 快点 怎么了 我们微博很久没发照片了